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论义第一》 《嘉瞻言尊者》 佛陀的十大弟子当中 有一位叫《论义第一》 《义》就是商义 《论》就是论点 我们来谈论这个事情 《嘉瞻言》它是属于《论义第一》 称叫《摸合嘉瞻言》 《嘉瞻言》它是佛陀时代 是印度阿潘提国人 他从小受到他旧父 阿斯陀先人的影响 他精通了废陀圣殿 在印度的废陀 就是古老的一种赞美师 或者祈祷人 是印度人的世代相传的 知识、启示 包括战兴术、各种印度的古文 那么相传当时印度国内呢 有一座古碑 上面的文字呢 没有一个人认识的 国王呢贴出榜文 招式全国 有能识者 就是谁能认识这些字 予以重赏 这个时候呢 嘉瞻言呢 他认识 他就过去把那个榜阿 结下来 很轻易地 译出了碑文 碑文译出来了 但是碑文的内容 里面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所以呢 他遵照旧父的指点 他就到 竹林经社 请教佛陀 就详细地了解碑文的内容 原来啊 这座碑讲的是 断烦恼 正菩提的道理 那么 嘉瞻言呢 就听了佛陀的讲解之后呢 对佛陀的学识和思想 特别佩服 佛陀居然能够把一座古碑文都能够讲出来 他就觉得佛教有正理 所以这个 嘉瞻言呢 除了经经修道之外呢 他就屠生于弘扬佛法的事情 嘉瞻言呢 他思想敏捷 辩才无碍 说理透彻 过去那种叫辩才 就是一句话把人家讲了开悟 他讲话非常清楚 他是所以非常透彻 所以后来在所有的弟子当中 很多人什么事情就去问他 他就变成论义第一 其实这个议论就是辩论了 就是讲得最好最清楚了 他擅长辩论 而且呢 很多外道就是另外的法门 用过去讲 其实外道并不是别人意思 过去呢 我们学佛法 那么其他的法门呢 比方说不是这个佛道里面呢 那么就叫人家外道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很多人来找他辩论 那不少人呢 在他的山脚开始下呢 不如佛道 当时呢 阿潘提过有一位贫苦无一的老妇女 家庭呢 非常的贫困 他走到河边 放生痛苦 欲寻短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没想到家战炎呢 他见状之后 结局忙地上去啊 家战炎得知那位妇女啊 因为是贫困所致 太穷了 便呢 善巧方便 叫他卖贫之法 把那个贫困卖掉 卖贫的方法 叫行布施 实际上行布施是什么呢 帮助别人啊 照顾别人啊 对人家好啊 行布施不一定说 我已经这么穷了 没钱 我怎么来布施啊 那么没想到呢 这个老妇人呢 就是依此而行布施 最后呢 终于升到 涛利天空 其实你卖贫 你不停地在布施 你最后得到的是 境界和善德呀 这个故事叫 家战炎叫 老母卖贫 家战炎那 弘法的地方 多选在当时佛法 没有普及的 西印度 所以它是佛法传播的 用现在话讲叫